你去哪儿 哪儿呢 稍微打电话 我打个电话 喂 能帮我找一下黄雪凌大夫吗 我刚给他办公室打过 没人接 他没来上班啊 今天 好好好 我知道了 谢谢你 再 再 再等一下 我说你 你不会再忽悠我了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不在服务区 请稍后再拨 走 我担心 还行吗 我拨打的电话暂时不在服务区 来 来 真软和 舒服 那个 房子都收拾完了 还有一些生活用力 没来得紧买 你先委屈一下 暂时先住这儿 等过一段时间 距离再跟你安排别的房子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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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调管了 已经非常好了 那你放心 我一定要好好干 我得让你觉得 给我这房子不亏 谢谢 谢谢 我们现在确实需要你帮助 我得赶紧打电话回报一下 娜娜 在我在哪儿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他们已经兑现他们的乘坐 我们有房子了 我跟你说 我这床可软和了 特舒服 你听那声 你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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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舒服了 那个 那你先休息 那咱明天见 好好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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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房子我心里就踏实了 好 那明天 明天局里见 啊 小平 我一定会看见 明天有事 看见 我们就会觉得 您可以买吧 我都给您打扰 您妈妈 您打扰 您打扰 爸 晓菱 这是要去哪儿啊 妈 我再去趟新房看看 好 你说这新房子装修吧 这小明是一点儿都没管 辛苦你了啊 她那么忙 我不管谁管 是 那我先走了吧 好 慢点儿啊 好 不管当心啊 晓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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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执 怎么了 我这钥匙打不开这门了 不好意思 我把门锁给换了 您把门锁换了 对啊 您是不是什么东西拉里了 你搬过来了 您不知道啊 你们不是回新家了吗 坏了 我们不能按下来 您要合选 我们来一下 那时候我们可以用她去奖 我们去摆车 就及待她们完成了 我们去吃吧 我们去吃吧 好吃 我们去吃了 那边吗 我们去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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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们去吃了 我们去吃了 我们去吃了 你醒了 你再睡会儿吧 你醒了 你醒了 你再睡会儿吧 你 你谁啊 你到我家了 你是谁 你怎么在我们家呢 不是 是不是 是我 是我 别怕 别怕 是我 是我 是 是 是顾领导吗 是顾领导吗 这个 这个她 她是 队里刚刚来的实习大学生 你们队里的来的实习大学生 怎么住咱们家 还住咱们床上 她为什么住我们床上 那个 你听我说 你 你笑点什么 别 别把她吓跑了好不好 不吓跑她 我还得把她赶跑了呢 不是 不是 等一下 等一下 那女是谁啊 没事 没事 是女的吗 你别管那么多 你赶紧睡觉去吧 好吧 你看我眼镜了吗 我一会儿帮你找 我一会儿帮你找 快去 快去 怎么回事 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别着急 别着急 这样 这样 咱们下去说 去 去哪儿说 我们出去说 我们出去说 不行 雪凌 这是权宜之计 等局里给她那房子披下来 咱们再搬回来吧 我跟你说 没有像你这么做好人的 什么事情我都可以依你 房子的事情 绝对不行 我明白 我明白 雪凌确实是让你受委屈了 可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这小子是个难得的人才 如果没有她 我们局里新进那个DNA设备 那就是一堆摆设 我不这么做 我留不住她 咱们原来那个房子 牢里已经搬进去了 你再把这个房子让给她住 咱们一家三口 住在大马路上去吗 我 我们能不能先 先住我妈家 你干吗 你干吗去啊 我去跟这个小伙子把话说清楚 你 你 你 我 我 雪凌 我 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 你这个道理到哪儿都说不清楚 你不能去 对不起 对不起 雪凌 对不起 让你受委屈了 我知道 对不起 别跟我说对不起 你心里永远就是破案 破案 公安局 刑警队 你心里有关我跟婷婷吧 有吗 有我们的位置吗 你说 在哪儿 不是妈说你 你说你 你这事办得真是不对啊 哪儿把自己家的新房让给别人住得到哪儿了 你媳妇能愿意吗 那个 你说 少说两句 少说两句 你别站着了 跟雪凌承认错误 好好跟着说说去 好好说啊 我想自己静一会儿 可视频 小梁 真是对不起 别说对不起 你只要问问你自己 自从你当了刑警队长以来 我承受了什么 我放弃了什么 我相信你不会不清楚 没关系这些我都可以忍 我事业的梦想已经打碎了 我现在仅有的梦就是 我们的这个家 我们三个人的家 一个舒适 温馨 一个让我有安全感的家 我的要求过分吗 不过分 学历容对不起 是我做的过分 可是 我是想说 不 我抢了这个人 对于眼前 但这个案子至关重要 你别再跟我说这些 我不管这个人对你有多重要 我知道你要什么 那你 你不知道我想什么 你不知道我要什么 这是我的家 我还没住 我不允许别人进来 我不允许别人进来 找到我的家 对不起 学历 可现在事情已经这样了 我还是希望你能原谅我 等局里的房子一分下来 它自然就会走 不一样 真的不一样 你这次真的伤害到了我 你知道吗 我无法原谅你 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我 page 你идà 你 比赛 鲁涛 这是我们在现场找到的唯一物章 现在我就把这张纸上的宝贝交给你了 希望你能够尽快地帮助我们 提取到这上面犯罪嫌疑人的DNA成分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从预处理提取到整个检测过程走完 三年 还能再快点了 两天 不过要两个小时之后还是算 我要准备一些事情 好 没问题 那你辛苦了 请你出去吧 好 今天来开始我要工作 任何人都不能打扰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小璐 你好 我姓齐 大家都叫我齐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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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知让我来协助你 固知让我来协助你 也就是你的助手 好 我还真的需要一个助手 好 我还真的需要一个助手 是吧 那太好了 是吧 那太好了 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你有什么需要我做的 你尽管说啊 你尽管说啊 这么好的机器你看我也不会用 正好跟你学习学习 那个 那你找一个笔合纸给我 好吧 这好啊 来 我给你都写下来 怕你忘了 写下来好 写下来我就不忘了 写下来 二十袋方便面要碗装 两箱矿泉水 十根火腿肠 五块鸡肉 五块鱼肉 热水放到门口就代表要打水 打好热水不要敲门 原样放在门口 就这些啊 这我这么多 够了 你是不是把我当你们家保姆了 这不就是猪手干的活吗 你把这些做好了 就是对我工作最大的帮助 不要浪费时间了 快去吧 好 齐大姐 来 来 一吃 一吃 妈 嗯 你这汤做得真好吃 又鲜又香 我哪有这手艺啊 我跟你说啊 这可是你媳妇做的 齐琳 这汤你做的 太棒了 我发现你现在厨艺比我强多了 真的 汤越喝越有味 喝没了 我帮你尝一碗 妈 爸 你慢慢吃 我吃饱了 对不起 我经过了认真的反省和思考 我觉得我确实是 错了 首先 我觉得 我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 其次呢 就算这个事迫不得已 也应该提前跟你打一声招呼 为此我心里也很内疚 我跟吴局已经申请了 卢涛的房子应该很快就会披下来 所以 还想请你再耐心的等一等 卢涛已经把自己关在房子里面两天了 门也不开 到底能不能得出结果现在也不知道 齐大姐也跟我说 真的不知道我这次请回来的 是一个天才还是一个疯子 还是一个疯子 疯子 你们都是疯子 你别在这嘟嘟囔囔了 你出去吧你 我出去上哪儿啊 你爱上哪儿上哪儿 我不想在你家跟你吵架啊 固执 这卢涛这人脾气也太怪了吧 怎么了 我昨天问他怎么还没结果 他当场就给我下不来台 说什么了 他让我闭嘴 还说没事别去烦他 他这么说的 那当然了 什么人呢 你说 吴局都不会给我们这样的老同志甩脸子 他年纪轻轻的这么目中无人 是是是 齐小姐 我老同志你多担担点 一般都是这样 本事大了脾气也大 我没看他有多大本事 这都两天了 什么结果也没有啊 哎呀 弄出来东西我不怕 我就怕 你怕什么 胡志好不容易弄来的证据 别到时候给毁了 先别着急 再等一会儿就知道了 等什么一会儿 都两天了 我现在就去看看 哎哎哎哎 他答应的是两天 现在 还差十分钟 用得着那么较真吗 哎呀 反正再等十分钟呢 哎呀 反正再等十分钟呢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样了 成了 太好了 你小子真行啊 我就说我没看错人吧 两天你就成了 小事 那两天你 睡觉了吗 一周的活两天到了 能有时间睡吗 赶 赶紧扶 扶一下 扶一下 我赶紧送回家休息 回家休息 就 就用我的车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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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七老八十了 佛怎么扶 你自己干个自己的事就行 这小伙子 刚有点喜欢 又让人喜欢不起来了 怎么喜欢不起来啊 多招是喜欢呀 妹啊 看不懂 这高科技太高了 看不懂 吴俊 这个 我跟您说就是铁证 老胡从现场找到那纸团 上面有犯罪分子遗留的经班 就是根据这个经班 我们提取到了这个DNA成分 这样就可以 对所有的怀疑人进行DNA比对了 那现在难度就是 怎么找到这个DNA啊 还记得当年那个老太太被杀的案子吗 我觉得情况跟现在差不多 当时也是找到了一个指纹 大家都高兴坏了 结果到现在也没找到凌凶手 我先高兴一会儿嘛 高兴一会儿 试一会儿嘛 这毕竟是一个 重要线索嘛 那下一步啊 就是根据摸牌条件 确定嫌疑对象 注意雪阳的采集 一一过筛子呗 是 也只能这样 虽然老胡泼了一瓢冷水 我觉得说得对 难度很大 对了 吴俊 这次啊 得感谢我们经侦大队的队长胡特强的同志 是他在现场帮我们找到这关键证据的 吴俊 这回我得感谢老顾啊 是他帮我破了那个奔驰的案子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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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 都别跟我这儿假惺惺了 私下你们俩是不是互相勾着 互相使劲搞案子 这次搞案子 没捅出娄子来 算便宜你们了 记着啊 今后下不为例 这事下不为例 这当然下不为例啊 对了 吴俊 其实我今天来还有一事要跟您说 这事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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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呀 老胡 你还有事要说吗 你要没事 你就 啊 你们说 你们说 我 我走了 那就是这个卢涛 就提取到DNA这个小伙子 他来我们队 我答应我给他房子了 您看 这什么时候能落实啊这房子 怎么他现在住哪儿呢 单身宿舍啊 行 这事我也想着 但是你要说他刚来就给梁氏一厅 我觉得这不太限 我啊 证据给他找小一点 适当的时候呢 我在当回上说 考虑考虑 哎 哎 哎 别 别 吴俊 是这样 我 他来的时候我答应他 是梁氏一厅 你给改小了 这我也不好改口啊 有什么不好改口的呀 不行 你要做不通工作 我去做 哎 别别别别 那个 我去不 还是 那个 行 那个 行 行 就这样了 回来了 爸 你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 我把菜给你热一下 不用热 就凉上吃就成 那哪儿成呢 爸 有酒吗 我想喝一口 有突破 卢涛那小子真有两下子 两天不到 就把犯罪嫌疑人的DNA 给提取出来了 真好 我都提起高兴 晓菱呢 不知道怎么着 饭没吃完就走了 你好像上哪个新家家了 不吃饭了 晓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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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呀 去新家 你大晚上去什么新家呀 大晚上那怎么了 那是我家 晓菱 晓菱 你真不能去 我偏要去 晓菱 听我说行吗 你听我说 晓菱 我知道 这次确实让你为难了 可我也确实没办法 你一向很支持我工作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提取这个DNA 你应该能理解 你心里面应该有大事大费对吗 你别跟我说这个 你说这个 我就是不爱听 晓菱 你真的要这么做 我什么也不干 那是我家 我去看看我家不行吗 我去看看我家 我跟你上去 雪凌 让我来 没回来 其实你没必要这么紧张 天气热了 我来给他换一个薄被子 我来公平和我来 如今王帝 我只有一个邀请 别把那个姚蚁压坏了 晓菱 出事了 这位是 我是你们顾知找来帮你打扫卫生的 顾知也太客气了 还专门找我们来打扫卫生 那个 以后那躺椅上不要放任何东西 好吗 为什么 不为什么 所有啊 所有跟死者关系密切的人 一旦确定采集血样 另外出事前一周的 歌厅里面的电话打进打出的 都要找到打电话和接电话的人 还有歌厅对面的两个电话厅 都要一一查对 不能怕麻烦 您的意思是说 从所有与叶毅文有过接触的人入手 逐一排查他们的作案时间 作案动机 然后确定怀疑目标 再采血样 没错 就是这一路子 但是为了避免没必要的纠纷 不一定非要采血样 想办法采集到嫌疑人的唾液啊 毛发啊 皮屑啊都可以 只要能提取到他们的DNA就行 你看 小爷是我们歌厅里面 长得最漂亮 也是唱歌最好听的 很多客人都能喜欢的 每次来呢都点着唱歌 你们这儿的服务员 有没有出台的情况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 服务员下班之后呢 都是各回各家 至于谁跟谁走 那属于人家的私事 我们也没有权利干涉 但是我敢保证 在我们店里边 绝对没有一些乌七八糟的事 请你提供给我们一份 与叶宜文接触 比较频繁的人的名单 尤其是出事前常来 出事后再没有来过的人 好 你们平时跟叶宜文的联系多吗 除了上班见面说句话 平时很少联系 她真的没有护肌手机 这些偷取工具吗 从来没见她用过 她早就想买个便宜点的 可一直都没买 那她赚的钱都干吗用去了 她每个月都要给父母寄钱 还要给儿子钱 她很节省的 她怎么跟人联系 店里有电话 门口也有公共电话亭 都可以打的 她夜里下了班 一般怎么走 她们都是坐三轮车回出租屋 挺便宜的 只要三块钱 她坐的三轮车 是总在这儿趴活的 还是路过的 都是夜里在这儿趴活的 多的时候有十好几辆 谢谢啊 不客气 比如说她有什么爱好 什么习惯 平时会去哪儿 叶姐有下班吃夜宵的习惯 她通常去哪儿 就在和平路上的一个大排档 我听她说起过 她说那儿的米粉不错 不过她的习惯性的打包带走 从来不在那儿吃 这地方是歌厅跟她住宿的中间位置 她下了班以后 稍微转个玩儿就到这儿来了 买一份宵夜带回家 也许 就被某个吃宵夜的人给盯着 尾随而去 有这种可能吧 不是 这里人多杂乱 又是夜里才聚集 根本没办法进行有效的采集 再说 咱不能把所有来宵夜的人 都进行学样采集吧 几位吃点什么 这生意不错 还行吧 来这儿吃饭的 都是附近的小区的 附近小区的有不多 他们一般十二点之前就回家了 等到凌晨人就多了 那凌晨的时候 一般都是什么样的人来呀 这附近有几个工地 还有几家工厂 那个点来吃饭的呀 一般都是打工的 还有就是 歌厅唱完歌来宵夜的 十五肉串 十五肉筋 地盘毛豆 好嘞 这哥店门口到了晚上 人客就去了 在外发活 一共是十二个三个串 其中有三个人 都跟叶宜文接触 叶宜文呢 也只坐着仨人的车 那个 边上那个 突然那个 那人姓张 他是这三个人当中 唯一有住宴时间的人 去拿银子 的传言 那是什么 事实际上 找着 的重点财产 你现在不是要affe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傅 走吗 近期 与叶文有过亲密接触的 并且在我们签订 有作案时间的共这三个人 分别是周姓客人 孙姓客人 还有一个姓张的三轮车夫 我们全都对这三个人 侧面的采集了检测样本 卢涛已经成功提取了 他们三个人的DNA 正在进行比对 不过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找到和嫌疑人相吻合的 那我现在送您回家了 这点回去早点吧 刑警支队那头散了吧 还没呢 你怎么知道呢 我刚才随便问了一个 我刚才随便问了一个 你是问秋冰的吧 我这您就别开我玩笑了行吗 你看咱们把饭都吃完了 可人家会还没开完呢 走了 过去看看去 好 案发前一周 从歌厅坐机打进打出电话 共三百多个 从歌厅外的两个公寓电话亭 打进打出电话六百多个 打电话接电话的人 我们全都找到了 但可惜是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你们都吃了吗 你们都吃了吗 就您没吃了 那我吃了啊 那我吃了啊 好香啊 不是 老公 你这么晚了 你们怎么来了 我没事就不能来看看大家了 能啊 秋冰拿一下 正好 正好你来了 把我分析分析案子 案子真是胶着的事 没问题啊 那你得给我先来盒这个呀 秋冰 快泡一碗 好 你这整天又是菊又是席的 怎么还想起吃这个来了 那种地方你还不知道啊 根本吃不饱啊 可 秋冰 泡去啊 陈福知识啊 我们来的时候你们聊到哪儿了 犯罪嫌疑人偶然性作案的可能性非常大 那就按我说的 把歌厅周围几个重点区域画出来 反复筛 肯定能筛出线索 那老公 我提醒你啊 这种案子想要一口气拿下不大可能 是 急也没用 只有不断地查下去 不断地排查 我相信一定会有结果 一定 干吗去啊 我还没聊完呢 我又不走 我上个厕所去 你怎么一身的酒味 我就没喝 我就没喝了 老胡 我问你 你知不知道那个天平座KTV到黄河路和洪飞路有没有进路直接可以插过去呢 你行不行啊 我这真使劲呢 玩大了呢 那你能不能一边拉一边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顾铭你就是个神经病 你就不能一边使劲一边想一想我 滚 我说你刚才案情分析得特别不错 犯罪分子狠狠的是急性杀人 序域上的可能性基本上没出 都散会了 你就让我消停会吧 不好意思 胡志 你再让我多说一句行吗 够兴奋的呀 我就是觉得这个案子有点意义 那我成全你啊 你明天就去顾铭那儿报道吧 真的 你别逗我了 真的 他们这个案子排查任务那么紧缺人手 胡志 您放心 我过去一定完成任务 绝不给你丢脸 把这个案子漂白亮亮的破了 再回来跟我报道 是 干嘛去 我是说明天 我这喝了酒了怎么开车啊 是